從嘴角這邊往上 那平常擦口水從下面往上擦 那這邊也是往這邊拉 這樣子 那舌頭平常可以幫他繼續做拉的動作 就是治療師教你們的 就是用紗布纏住他的舌頭 這沒教耶 就是可以用紗布去纏住阿姨他的舌頭 就這邊 這個我們打開做 我們是 好好好 沒關係 我找一下 我們平常是用棉花瓣去壓他的舌頭 壓他的舌頭 這樣也不錯 這樣也可以練一下 那我們這個的話 因為下次好 下次再教 就是先用你剛才說的那個 先幫他做一下按摩 嘴巴這邊四周這邊 因為我們有戴手套 所以我用下這個 這樣往下壓 往下壓 對 嘴唇就是讓他往中間靠 這邊也是往上 對 往下面就是嘴唇要閉合的那個動作就是幫他用一下 那就是可以幫他先塗個乳液阿 塗乳液塗在哪裡 就塗在你要按摩的地方 因為我怕他就臉不容易紅啦 對啊 會脫皮什麼的 對啊 好 知道了 好 那平常餵他吃東西的時候啊 就是舌頭湯匙這樣進去嘛 舌頭可以幫他壓一下 然後放進去 壓一下舌頭再放進去 對壓一下 那不要壓太後面 就是假如說這是我們的舌頭 不要壓到這邊 壓到這邊會吐 對 就壓到就比較中間的地方就好了 對 放在中間的地方然後壓一下 然後起來的時候就這樣子起來 哦 就是讓他有感覺啦 因為阿姨現在可能感覺不太夠 然後讓他就是增加他那個刺激 對 讓他就比較會有感覺 就會比較容易啟動吞 對 好的 謝謝 那我們今天先這樣吧